大家好 我是成都一哥 先不要管这个称号 后期我再告诉你们 上一期我们接到一台二修的XS Max 只要资料的 那家伙把我折腾的够呛 那今天又来一台要挑战我的 客服说 也要用重金砸我 修好了维修费随便我开 钱乃身外之我 搞得好像我没看得过钱似的 你倒是说能给多少钱呢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器的整体外观 这机器背面还背了一个硬盘 客服说这个是机器的圆盘 来吧 我们开始拆机 这机器打开后可吓死我了 直接让我差点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取下屏幕 把尾插排线挑起来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硬盘是这样放在上面的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挑掉主板上所有的排线扣子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 为什么这个主板是这样放在上面的 果然不愧是被二修过的挑战机器 这手工我服 这主板已经被修得千疮百孔 要想把它修好 唯有裸底板来使 来吧 我们先拆cpu cpu拆下来后我们可以看到芯片 补过绿油 并且有掉脚 关键是有一些有用的脚 它也没有刮出来 那怎么办呢 剩下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办吧 我们来给它尝试一下 看行不行 我们先把芯片上多余的焊锡 处理干净 来吧 我们开始刮cpu上搞掉的点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在前的份上 呸 说错 这如果不是看在我喜欢修这种有挑战机器的份上 我是真的懒得搞这样的机器 cpu上的点处理完成 我们来直锡 芯片置好 打上一点焊油 我们对锡珠进行一下复位 新的板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进行安装cpu 安装的过程是既刺激又紧张啊 安装完成 我们扣上一根尾叉来看一下是否能够连接电脑 客户说袋子里面的这一个硬盘是它的原机硬盘 那么我们装上去的话就应该能正常亮苹果只是会重启 来吧 那我们又来打理 窒息 安装它吧 安装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只需要轻轻一推 它就下去了 安装完成后我们插数据线 发现它还是能连电脑 这就不对呀 原机的硬盘怎么可能会连电脑 会不会是客户记错了 原机硬盘应该是现在主板上的这个盘 我们又把硬盘拆下来 把主板上的这个盘只好吸 我们来安装它 硬盘安装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按开意见能否亮苹果 OK 这个 才是原机硬盘 接下来我们把逻辑码片搬过去 之前我们有讲到 从XS以上 包括XS 逻辑码片是不能写的 所以要小心这个小东西 不要搞坏或者搞丢了 否刷机是不能走进入条的 会报错 刷机途中还是很顺利的 一次就刷完了 然后我感觉我都有点飘了 忙碌了一下午 时间也算是没有白费 上一台没挣到钱 这一台 你总跑不掉了吧 我心里都已经开始数钱了 哪知道刷完之后 开机反复白苹果 我心都凉了 我已遇到很多个这种了 翻版没有效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从今以后 查师傅已不再去接受这种 有挑战的机器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仅剩的一点 头发都快被修美了 告辞 Stitch 5 慈悲 3 4 4 6 4 4